那我先問一下老師好了 請問老師平常那個 您上課教材 大部分都是什麼樣的 格式或是型態 簡報的 老師有用 平常用簡報上課嗎 比較多一點 有就是網頁的 比如說老師也許 有可能會播YouTube影片 對不對 或者是網頁上的資料 那再來還有什麼 可能是老師有軟體的 對不對 這些都是可以當作是我們的來源 那麼在OBS裡面呢 這些都OK 你都可以進來 那為了讓大家比較有感 所以呢 我們請老師看一下 我們簡報的第幾頁呢 看一下 在簡報的第六頁 簡報的第六頁 我們有兩種體驗的方式 簡報第六頁 老師想要體驗氣象祖國 還是要體驗太古達爾 這種來源就是來自什麼 網頁的 所以如果老師您今天的教材內容 我來自網頁 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做 其實如果你是用簡報 可不可以來自網頁 也可以啊 因為如果你把你的PPT放到哪裡 放到雲端捏碟上 那我打開 是不是就是來自網頁的 也可以 來來來 我們就做一個就好了 老師要玩遊戲 還是要做主播 哈哈哈哈 哪一個 不然我們找一位老師來代表囉 哈哈哈哈 試看看喔 欸 該不會是 喔 好好 哈哈 謝謝佩謙老師 佩謙老師在哪裡 蛤 上課去了 喔 他名義了 他名義了 哈哈 好 喔 這個佩靜老師 不講佩勁嗎 有來嗎 我代曆好了 viamente 你的代曆 哈哈 老師妳要挑哪一個 氣象 氣象主播 齁齁齁齁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氣象主播 欸 有一個網站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去過 您打一個叫做WINDY 應該會找到這個網站 您找這個關鍵字WINDY 然後點進去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其實它是一個財團法人 所以說您在一些氣象的電視台 他們也有用它的這個畫面 有沒有看過 有嗎?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是OK的 它本身就有中文 所以我們從這個上面 你有看到它是不是有那個 預設這個是風速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看到 整個一個風的概念 比如像海風來的時候 那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它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看右手邊 右手邊 你除了可以看風 也可以看溫度 有沒有 像今天難得 比較溫暖一點 如果你是夏天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叫休寒級 古爺整個台灣都是這邊都是熱的 都是紅色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邊 看到一些相對應的這些資訊 那這個呢 它整個網站的優點就是說 我們從這裡看 可以很清楚看到很多的 氣象的資訊 視覺化 那如果你找左手邊 打仗我們的地點 比如說你要關注一下我們的 這個 圓林的 好 現在幾圓林寺對吧 依照圓林鎮 現在升級啊 來 所以你看 點了之後 有沒有下面就有最近幾天的 氣象預報 事實上它也有動畫 它也有動畫 就是你可以直接播這幾天的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把這個網站就放到我們的OPS裡面 那老師主播就可以準備 這樣了解 那我們先試看看好了 好不好 來你看這裡喔 當如果說你有輸入的 你要找的這個地點以後 你看後面的網址 有沒有它的GPS的位置 出來了 好 如果你沒有當然就是全球的 我們現在呢 只要把這個網址 我像這樣子 把它全部選起來 好把它全部選起來 我怎麼拿到OPS 你們看一下 我在這邊 我這裡先沾掉來 OPS裡面呢 你要拿進去很單純喔 一樣 我只會簡單的齁 全部選起來 你按著這個網址不要放 有沒有在我滑鼠這邊呢 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這邊 再丟上來 有沒有跟剛剛脫衣服片一樣 放進來 它就會知道說 請問你是要把這個來源加進來嗎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進來了之後稍等一下下 稍等一下下 我們的氣象資訊就會進來了 有沒有這個網頁都載進來了 那它會 因為我們已經幫它附加了那個 GPS的地址嘛 所以你在這裡面看到的 就是在外面看到的 這樣有了解 所以 老師你需要講座嗎 講座嗎 對啊 你主播幹嘛講座 不用啦 不用喔 好 好好好好 那我幫你準備一下濕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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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用這個啦 我就直接 直接用這個 因為老師 其實老師在穿這個 這個是灰色的 這個灰色的 所以用藍幕不太適 因為 這個 對 事實上這個 有點藍 這個會有點藍 所以你用藍幕的話 效果比較差 所以用濕布就好 欸沒關係沒關係 主任這個 我自己看什麼 欸 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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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讓你從這裡 這樣 這樣 做直播 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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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好 然後就是 我講老師操作了 沒關係 主任我們前面一樣 操作 對 老師 按左下角這裡 是不是加號 加號 沒有太過了 呵呵呵 來源這裡加號 要把你加進來啊 對不對 資訊截取 資訊截取 好 確定 OK 那現在呢 我們換一下網路攝影機 C開頭的 C922那一台 對 對 有沒有進來了 這是我前面這一台 前面這一台 欸 那現在呢 老師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請他去背一下囉 好 去背 對 對 這時候考驗一下 老師剛剛有沒有專心 張宇哥有沒有 哈哈 找錯人 等一下 第四個 你現在找不到人 你現在找到背景 背景不用去背 喔喔喔喔 不好意思 關掉 關掉 插插 點到他 有沒有點到這個綠色 紅色的 對 綠色 這裡 綠色 倒數 下面加 倒數第四個 色度 對 對 確定 好 有沒有去背了 有了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網路攝影機 我把它調高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 木比較 OK的 好在這裡 老師你可以把這個視窗 拉 旁邊一點 對 對 有沒有這樣就去背了 對不對 嘿 阿看老實在要騎著 哈哈 哈哈 阿好了 你又開始錄製了 對 好了你就可以開始錄製 但是呢 我們 如果這個網頁的來源 來我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讓它長高一點點 這樣 這樣我就不用 用手拿 好 那你看喔 我們來自網頁的 我們剛剛 在這裡面的話 你看 這裡 有沒有可以這樣做調整 對不對 可是我把它放到我們OBS裡面的時候阿 我們把它放OBS裡面 你如果一拉 有沒有變成是拉動 這個 網頁來源 所以說怎麼辦 這個網頁來源 它是OBS裡面最特別的素材 你可以在上面按滑鼠右邊 只有這種素材 才有所謂的互動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叫互動 只有網頁才能互動 對 因為其他網路攝影機 背景圖 哪有什麼互動 就移動而已 對對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會打開一個 像這樣的小螢幕 所以一般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建議老師 就是雙螢幕做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你可以拿到另外一個螢幕 對不對 像我們這邊有專門 我就可以拿到另外一邊去 好 那在這裡面呢 這個就是真正的什麼 網頁囉 所以如果老師要播放去像 我們是說 北部多少 中部南部 花東 有沒有外島地區 你可以在這裡面 滾輪也可以 沒有 沒有 有 有 比較慢而已 哈哈哈哈 好 我現在開始錄製了 好 錄製齁 好 現在 我的木要拿高 好 主任 手會爽齁 會齁 來我放得雞 這樣好 okok 好 錄製 錄製 今天天氣好 大家出遊區 但是要注意防疫 好的 這樣就好了 謝謝 這麼客氣 你們要幫我們 預報一下下午跟明天的天氣 下午明天天氣都會很好 看一下 都很好 不得 出遊區吧 新年快樂 聖誕快樂 好 ok 好好好 謝謝謝謝 這樣有感覺了齁 所以 但是老師要稍微注意一下 剛剛有一個老師有注意到的 我們螢幕上的畫面 所以 跟你自己看的時候 你看我現在舉這邊 你覺得我是舉右手還是舉左手 你們看是正常的對不對 可是自己看的時候 是左右電倒 就是我在自己螢幕上看的時候 我舉右手 螢幕上自己看 會是電倒過來 這看起來是舉左手 所以說 你要找習慣 比如說我要比 各位同學 我們預報氣象 你看 右手邊 結果怎麼樣 你比這樣子 可能 裡面比的是電倒方向 呵呵呵 所以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我們可以做設定把它調過來 可是變成對方在看的時候就顛倒了 呵呵呵 所以我通常就沒有再把它調換回來 好這個是 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的 這樣ok嗎 這個來源是像這樣子 那 當然剛剛有老師有想選擇那個太古答案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四分鐘 可以呼一聲 呵呵呵 因為這個呢 太古答案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 這裡 你們在那個 簡報的下面註解那裡 我有做那個超連結 對 老師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到 下面是不是有那個註解 下面 對 這裡有我兩篇寫的文章 那太古答案那個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 範例 欸 喔我連結連錯了嗎 點到這裡 太古答人 喔有有有有 好 你看太古答案 老師有沒有去玩過太古答案 真的這麼客氣 大賣場 百貨公司都有欸 呵呵呵 對啊 敲敲敲敲敲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下次不要花錢 在上面玩 還可以最多兩個人PK 這樣一點都不無聊 呵呵呵 那你看 如果你是用電腦 那當然就是有快速鍵啦 就是用鍵盤 如果你是用手機或平板 直接給你 大鼓 自己敲敲敲就好 呵呵呵 呵呵 那這個 DFJK 有沒有 那我先點進去給您看一下喔 這裡下課前 我們先讓大家放鬆一下 好載入進來 請問 老師去玩的 都是日文版還是中文版 沒玩過 沒玩過 真的 我大部分看到好像都是日文版 嗯 其實這個網站 好像2011年就有了 只是 以前都是日文版 那後來有 中文版 你看喔 我就把它按下去囉 這樣有沒有一點Q了 呵呵呵 來 我們看一下喔 切小聲一點 快速鍵在這裡 確定 確定 有沒有可以選歌 如果你玩過你就會發現畫面都一樣啊 呵呵呵 等一下去 你可以 隨機的 也可以有這樣子的 有齁 好 像這個妖怪手錶我就會了 有沒有 那在這邊 這裡 我們這個是不是也是網頁 所以可不可以拿到OBS裡面 是不是一樣就丟進去就好了 還有一樣的方式 那你可以選擇困難度對不對 我選普通的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雙人PK 每兩個人選的曲子 算一樣 但是可以有不同的困難度 嘿 那我就先玩一下囉 普通的 這樣可不可以了 這個就是打鼓有沒有 這個邊鼓 如果是小的就是一個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哈哈哈哈 後面我就不要了 那後面他就會怎樣 就玩給你看 所以呢 下次不要再花錢了 這上面就可以玩很多 那兩個人玩了之後更有意思 嘿 好OKOK 所以這個是跟老師再分享一下 你看 如果你是 就是行動裝置的畫面就是這樣 手機啦 平板啦 進去就是這樣 就直接敲中間 所以你只要會打 中間或旁邊的邊鼓 這樣就可以玩了 因為這個不容易上癮 還好 還算OK啦 所以 兩人PK的就是 他在這邊 開始多人之後 他會給你一個網址 另外一個同學 另外一個 就打這個網址 後面加上這個號碼 這樣他就知道 你要進入 雙人PK站 雙人PK站 這樣OK 好 那我們早上剛好12點 今天到這邊 下午我們再來繼續 好謝謝大家 謝謝